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爱死亡与机器人的科幻短片 祝有好收获 梁和父亲是猪妖师 这天他们收到雇主的委托 前去宅地除掉狐狸精 没等多久,狐狸精就被男人的声音吸引过来了 父亲立马挥一刀向他砍去 但狐狸精太过灵活,眼看就要逃脱 父亲立马叫梁将尿液破在他身上,逼他显出原形 但涉失未深的梁竟被狐狸精的美貌吸引 迷住了心智 父亲见状亲自动手 让狐狸精被困在了半人半兽的状态 没办法继续作恶 他们一路追着狐狸精来到了山上的破庙 父亲直接将狐狸精斩首 而梁则瞒着父亲将一只小狐狸精燕藏了起来 多年后父亲去世 时代飞速发展 一列火车开始呼啸着穿过村庄 世界正在现代化 梁也一直和燕有着联系 燕说自己越来越难恢复到他原来的形态了 有些晚上他甚至根本做不到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铁路和喷出百焰的机器 魔法正在从这个世界流失 而魔法生物则变得越来越虚弱 两人都决定要离开这里去学会生存 梁来到了香港 在山顶的铁路上工作 英国殖民者就住在这里 过了五年 梁已经对火车的一切都无比熟悉 这一天他下班在路上遇到了燕 燕说自己被困在人形里 没有爪子和锋利的牙齿 有的只是一身美丽的皮囊 只能为了赚钱去迷惑男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梁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 科技的快速发展令人兴奋 在不断的学习下 他如今对自动机的理解 甚至比火车还要深刻 能够让他造出一只机械兔子 这简直就是另一种魔法 一个深夜 梁听到了门外的动静 是燕 他露出了自己的身体 竟然全都被改造成了机械 多月以来 州长一直是他的客户 他以为他是证人君子 没想到一天晚上 他在燕的酒里下药 将他的四肢锯断 全都改造成了机械 他想要的只是拥有终极的机械 来满足扭曲的欲望 终于有一天燕受不了了 顶撞了他 他对燕大打出手 而燕从来没想到 自己的力量这么强大 他徒手撕碎了州长 现在的燕只想要猎杀 猎杀那些认为他们能控制他的人 那些作恶但称之为进步的人 梁没有拒绝他 古老的魔法虽然已经从世界上消失 但他知道自己可以利用科技 创造新的魔法 经过不断的加工改造和打磨 他成功的给燕打造了一身新的机甲 喝下药水后 燕的身形变成了一只机械狐狸 就像他从前的样子 临行前燕跳在窗台上 梁对他说祝有好收获 燕的身形从横梁跳到窗台 再跳到平台屋顶 对哪些觉得可以占有他的人 发出了咆哮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除暴安良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小期见啦